大家好,是Ted 接下来带来的是W3L战队巡会赛这场比赛 然后这一把呢,是继前面第一场英飞打Ring 然后输了一把以后 英飞是主动选择的一个TS来打 TS这张地图呢,也是非常的对人主有利啊 然后在W3L这场比赛呢 给大家记得,还是重介绍一下花絮吧 W3L是历经了十几届的一个比赛 然后基本上是一年有两届线下的一个比赛 我记得最早的第一次我们去国外打W3L的时候是去德国 然后去那一次以后的话 我们08上个小将过去又是被人家血虐了 然后打的也是一年累了 不过当时是没垫底 是好歹赢了一个BT是吧 不过打W3L这种战队战队赛的话 我觉得很刺激的地方就是说 从布阵开始 双方的一个领队也好,选手也好 都得不停去想对方的一个排兵布阵 如果你一个排兵布阵抓得好的话 有可能就能让你的一个团队走向一个胜利 但如果你抓得不好的话 这就不好说了 有的时候说瞌睡碰到枕头 其实就是这样的 其实当时在这一把排兵布阵上的时候 主要是针对一个令来打的 其实为什么让我去挑战一个令呢 因为当时就觉得吧 我打受阻还是可以的 而且打令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因为我当时打令那个苏三本的时候嘛 是有一定的一个信心的 然后达3L也是属于 受阻打UD的一个苏三本是 刚刚崛起 然后我当时也是想了很多嘛 然后我就给King提出来说 我这次达3L让我去打一下令嘛 我想试一下自己的一个实力 然后在赛前的时候 我们也想过了 打SK 我们RV2是肯定是不保险的 像Ramand跟Soujo 这两个选手的话 打RV2是绝对是世界排名前二的一个 头号种子的 你要说他第二 真的没几个人敢说第一的 Ramand跟Soujo打RV2已经有差不多 78年的一个时间呢 想当年打边的时候 他俩搞急是吧 你们也是懂的 他俩打RV2的一个胜率是相当的可怕的 然后这一把呢 因为是直接首发了一个帕拉丁 然后这里的话 是利用一个农民家步兵 把黄皮给勾出来了 其实现在也是要看一个年代的 08年09年那段时间的时候 像TS的地图 用帕拉丁都是公认的 无解的一个打法的 因为帕拉丁确实太厉害了 你那天到三级 你不停的去烧了一个农民 然后打到三本以后 你开坦克烧了农民 简直就是个无解的战术 而TS地图上 你有顾民 顾民兵营地 然后有一个实验室 什么东西都是属于英有金有 开矿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而这面中心的话 是直接一个DK出来 去看一下对方是用什么英雄 因为现在的话 他是不知道的 这里看到一个帕拉丁 帕拉丁这个东西的话 打他非常的好打的前击 因为帕拉丁在前期是一个 比较弱势的一个英雄 他不像一个大法师 有着一个移动的一个炮台 也不像MK有着一个 围杀的一个优势的 他是一个防守性的英雄 他最强势的时候 是三级以后 所以说前期的话 UD打帕拉丁 尽可能的想怎么烧 就怎么烧 现在的话 英飞也是一点都不及的 金雄帕拉丁的话 他最强势的东西 就是利用大部队练击 是非常的快 也是非常的效率的 原因的话 这边是 依旧用着一个狗流开局 可以看到当年的一个韩国选手 真是酷啊 一个狗流啊 只能说狗流这个东西 在某个时间段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给力的 现在狗也是带着一个骷髅棒 只要前线去了 而这边DK的话 是直接剩两个骷髅棒 但是呢 后面有人运骷髅棒的话 骷髅就可以完全随 肆无忌惮的这么在甩了 这个帕拉丁的话 是敲了一波明明 准备强劲的把这一个 那个供用命给练掉啊 不过你说你帕拉丁练这个点 约上有狗怪的话 你这个肯定要三四而后行的 强行练的话 绝对打了你阿迪阿良都不认识了 现在的话 瑞也是知道这个道理 慢慢来 我们也不急 现在我们后面有怪帮我打 前面有狗骚扰你 像英飞是属于一个负面收敌 一个情况 第一个点链级的话 他一旦拖晚了的话 对于人族的一个开矿时间来说 会晚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现在来说的话 瑞的一个节奏是打得非常的好的 第一波骚扰 是成功限制住了人族的开矿 不过再来说 英飞是要围杀 现在双方的一个操作 都是反围杀跟围杀呀 现在的话 刚才英飞是想围对方一个DK 然后瑞在躲DK的同时 也想围对方的一个帕拉丁 只能说当时打前一架比 真的是双方的一个精神 都是紧摸到一个极限了 现在的话 瑞也是直接是回去一趟 回去的一些狗 继续踩一个木头的 然后家里的话 二倍快升级完毕了 因为是不管了 你这个时候再不练的话 是肯定后面没办法去练的 现在是利用一个黄绿皮 不停的来一个练级 其实怕练级嘛 主要就是依靠大量的一个兵力来练的 而瑞这里的话 是不停的去尽可能赚一点东西 你看他也不急的去打什么步兵 七七八八的 他的目的就是看这个五级怪 能不能被抢到 这个五级怪一发生是抢到了 不过这个道具呢 是还英飞的一个手上的 不过现在来说 还是UD开心的 你说打帕拉丁 练完一个固用兵 他还没到一个三级 然后他的一个开关时间 我这边二本都快好了 你这矿盖子 不对 你这个是矿点弹没练下来的话 对于英飞来说 还是比较的劣势的 就当时我们在后面看 就说这一把怎么有点不得头啊 最近这个打的是有点好的呀 Sky就说嘛 不一定 他现在来说的话 这种情况 也是怕你经常遇到的 不要在这些细节 现在这个情况还是可以玩的 像英飞的话 是三个穿尸的一个怪 开始强行练一下 这一个旁边的一个矿点了 但是最近这里的话 是二发的一个猫哥 然后这里的话是三条狗位 直接拖出来了 他在对方的 一开英飞的一个实验室 是买了一个高达出来 这一波的话 Zin的一波 是有点凶残的呀 双骷髅棒的话 是招了四个骷髅 然后这边有着一个LE伤害 然后还有一个高达在这的话 我觉得英飞这一波 是非常难守的 因为这里虽说 是有一个跑要卷轴 但是呢 对于人主来说 他这个时候不像一个 MK可以为英雄救急 也不像一个大把师 有着一个二级水元素的话 扫了力是非常强的 这里猴鹅卷轴一开 现在的话 英飞也是直接开始 强行先把对方 一个一个部队 开始往外面点了 现在的话 大战真的是非常的多呀 这边骷髅 真的是有点感觉 亡灵逆袭的感觉了 这边DK是直接升到一个二级 高达现在的一个输出 真的是不可小事的呀 高达的话 他一巴掌下来 有的是打60多的血的话 这非常的夸张的 这里一个猫哥 是把对方的一个步兵 围到一个死路口里面 一吹这里吹都差不多了 而这里的话 这里黄绿PS 刚不住了呀 这一波 瑞的一波 真的是抓起的 非常非常凶的 这里的话 因为是没 保住这个疯狂 然后疯狂这一波 被拆了的话 帕拉拉丁来说 就非常非常的难打了 在他最强势的一波的时候 他是被对方 偷了一个高达 然后一波熊猫 加一波狗 加骷髅的一个 强力抓起组合 是直接把疯狂给抓起到了 这里来说的话 当时我在想啊 如果我是UD 打这种情况的话 我有很多的方法来打 一个就是出一个天鬼 另外一个就转一个蜘蛛 只要把帕拉丁 陷在家里 不让他去烧倒 我的一个农民的话 就非常的好打了 然后实际上说的话 现在因为只有一个选择 就练这个框点 只能强硬开这个框了 开不下来 就说这一把要输了 其实帕拉丁 打到现在位置的话 他的一个优势期 是完全没体现出来 反而 最近这边是 针对帕拉丁的一个战术 是打的非常非常亮的 现在的话 英飞开始强行练一下 这一个疯狂了 这个疯狂练完了 看来打什么宝 打了一个 哎呀 你打了一个帕拉丁自带的光 这有毛用啊 如果这个点打一个什么 加六的一个智力的话 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 现在的话 又是过来烧他了 大量的一个骷髅走过来的话 对于英飞来说 是非常难打的 现在又是一个二级 太多东西照 这里的话 这个怪还好 这里一锤子 直接是敲掉了 不过 天鬼到场了以后的话 对于英飞来说 是非常难打的 这里高达是偷偷摸摸地走过来 一销 直接是把那个五级怪 给销到手里了 现在一个天鬼 点着一个黄皮 最关键是 这里是有一个飞艇的呀 有飞艇的话 人主这里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对空的一个单位了 现在就是要秀了 现在是Z的一个飞艇秀 你说帕拉丁的话 真的是属于有锤子 也不能往天上 一个二级太多 人一照这个天鬼 但这个DK是应该有蓝的 他这个天鬼回来一点 不过还好 两个圣光师 直接把天鬼给罩死了 这里新出的一个天鬼的话 看他是怎么选择 二本的话 是走的一个 单BC天鬼 转移一个 车子的一个打法 他应该是要走 Rain这一把 应该是要走一个 把 因飞的一个矿 先制在这 让他出不来 然后呢 不停的去蚕食一下 对面的一个单位了 其实用帕拉丁 现在来说的话 他是非常 郁闷的一件事 你说打到现在为止 天都亮了那么久 矿带没开好 你这个是人主 该做的一个事情吗 现在的话 因飞也是只能是 先起塔后开矿 像这种节奏的话 应该是五分钟以前 该做的 但现在打到九分钟的时候 他还是没办法 现在矿盖子往下面一敲 但是这里的话 是有飞艇来了 飞艇跟两个天鬼 这一波烧烧是非常强力的 猫个贼一下来 有着一个蓝皮 一把火一吹 所以说 这里是泰晓顿不停的来 点一下这个DK 不过这个矿 感觉是有点守不住了 这里的话 大量的一个骷髅也是跟 因为队换了一个兵的 这里是一个 绿皮真的是打不过这高达 你看那高达这个切绿皮 切70度的一个血量 相当的厉害的 这高达是成功的 把对方的绿皮给换掉了以后的话 因为这里是没有任何一个对护单位 然后又是陷入了一个 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 他是没办法打死对方的 任何一个单位的 你说点DK吧 这里有个飞艇 你点熊猫 熊猫又不被你声光制裁 然后这里的话 他的一个部队是不停在损失 现在帕拉丁的一个劣势 又是感觉帅了 就真的是属于一个 油壤而生的无力感 这里的话 真的感觉是属于一个 战术 被克制太严重了 当时我打这儿的话 我在想 哎呀这一把的话 应该是十有八九 是要贵了 然后只能看后面那个比赛 能打什么样了 其实因飞当时 打Rune的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都想 他应该是一个拿分的一个点 不过真的想说 Rune打这个 因飞真的是太有一套了 然后这里的话 天鬼也是不停的去限制一下 帕拉丁的一个走位 帕拉丁打现在的情况的话 没有矿 单矿的一个情况 你重新升基地来说的话 对于UD来说 UD升了三本 一波毁灭 加一个什么 天鬼强行冲塔 这么就没打玩了 主要是这里猫哥 一旦升到了一个三级 塔什么东西的 随便给你喷了 这里就一个塔 我觉得Rune有机会去强冲的 这里一个DK 也是躲在这个 阴暗的小角落里 不敢下来 因为下来的话 这里探尿声 随便照理一下 你真的还不好说的 这的话车子过来了以后 我觉得车子过来了的话 对于Rune来说的话 可以选择一波强冲了 现在因为也是 想去练一下五级 五级的一个帕丁 如果能练到五级 这一把还是有的打的 这里一个车子 也在那补几下 四个天鬼 配合熊猫 这一波应该是要来 一个强冲了 这么因为就一个塔 一个塔 这里还是有点难守的 一把火的话 看下这里农民想修 这里 我真的觉得 猫哥打农民的塔 打这种东西的话 是使得非常非常快的 然后因为看到这个情况 也是直接选择了一个机器 其实很多人就在说 上次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比赛 为什么没有打机器 因为这场比赛 是一些裁判 在WTV上看的 然后并且录制下的 WTV是一个 以前看摩世霸的一个软件 就看直播的一个软件 然后看直播的时候 经常会忽略选手打的一些字 比如机器这种字眼 然后看不到也是很正常的 不过呢 像选手的话 我们这群直接选手 都是非常非常有数字 是吧 赢了也打 输了也打 所以说不要在这些细节 然后这一把的话 当时是输掉 0比2输比赛 我们也是根本没想到的 因为平时英飞打UD 是非常非常的稳健的 然后这次输的 也是非常的尴尬 不过呢 输了我们就要认 然后后面的一个比赛的话 我们得想办法 在1比1或者2比2里面 捞点分回来是吧 开局就是被人家 给2比0拿下了一分 最近当时是赢了以后 直接从凳上跳下了 因为他自己也没想到 打英飞能直接2比0拿下 而是属于第二把 是整场战术针对的太厉害了 然后是直接把英飞给抬走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当时有点想 Hotelibs还旁边在说 Hotelibs的话 很多朋友就不认识吧 他以前是我们的一个 W的欧洲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领队 以前呢 W也有欧洲队伍嘛 打魔兽的 然后后来呢 缺少一个跟我们沟通的一个 然后Hotelibs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也是非常的热情的 然后当时就在我们W 当一个欧洲的一个联络员 然后后来跑到中国来读书 然后现在呢 也是在上海生活的 然后Hotelibs跟我们的一个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然后这一把输了以后 Hotelibs还给我们说 不要急 我们是最强的 第一把输了 我们后面看了有没有机会 打了回来是吧 现在打比赛 特别是团队赛这种的话 真的输了一个 我们要用其他人的一个实力 去弥补 因为我们要随随的想着 我们是一个整体 打一个团队赛 我们只需要三分拿下 就可以赢了这张比赛 然后赢了的话 就带一个团队赢了 好 本场比赛呢 也是为大家解释到这儿 打比赛后面真的还有非常好 看也是非常精彩的 很多很多比赛 希望大家一直坚持支持着我 好 谢谢大家 然后在结束同时呢 希望大家都支持我的一个淘宝店 我的淘宝店呢 现在临时店有非常好多 好吃的零食 外设店的一个新键盘鼠标 是直接到场了 希望同学们多多来汇顾 多多来购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同学们拜拜 拜拜